3月17日,谢霆锋献选香港夜露天音乐会现场,拿起吉他登台现场,并许多粉丝带感惊喜。 不过,要很多人没想到的是,歌手献付出登台才刚一天,演员谢也要回归大荧幕了。 3月18日,由陈沐盛指导,谢霆锋真自单主演的电影《怒火》终于官宣了,还发布了影片的概念海报,引起不少网友关注。 许多人对谢霆锋回归影谈的消息被感惊喜,还要网友调侃到小谢终于回来演戏了。 而在3月19日,谢霆锋也为了电影怒火,在香港国际影视展上亮相,他还在现场自爆出掩盖片的理由,称其一直在等于不能触动自己的电影。 此前也和该导演有过不少合作,因此很期待再合作。 演语之中可以看出,谢霆锋对于《怒火》这部《回归》之作,似乎十分满意。 手脚为回归影谈的谢霆锋,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,曾出演《新警察故事》,蓝。 而本色等多部动作片,不论是票房号赵丽,还是演技都曾获得业界认可。 成龙大哥甚至还多次表示,谢霆锋就是自己的接班人。 当时的谢霆锋,也不愧成龙大哥的这般赞誉,无论多么危险的打戏都亲自上阵,还因拍戏太不要命,被电影界列入,不与投保黑名单。 不过也因伤病折磨,2008年前后,谢霆锋开始转型主演,更成熟更有深度的角色。 2010年凭借现任意举夺得金线奖最佳男主角的桂冠。 然而,就当人们以为,谢霆锋即将成为新一大香港影谈的领军人物时, 他却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厨艺方面,专注于他展示厨艺的综艺,电影越拍越少。 上一部电影还是2017年的《决战时神》,甚至拍电影都和厨艺有关,可以看出,他只不在电影而在做饭。 影帝并除此,这许多喜爱谢霆锋的影迷都大呼遗憾。 因此,谢霆锋此次暂时放下托瓦瓦瓢。 回归荧幕与甄子丹合作,但不少影迷表示期待。 其实,谢霆锋与甄子丹,也算是一对老搭档了。 2006年二人曾合作《龙虎门》,片中的打戏可谓是全权到肉,十分精彩。 2009年,十月围城,尽管二人角色交集不多,但却很有看头。 谢霆锋还凭借此片荣获香港金上奖最佳男配角的奖项。 据悉,《怒火》将于2019年开机,主演谢霆锋,甄子丹二位,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。 此次过别十年再次合作,是否还能重现当年龙虎门的辉煌,着实让人期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